第257章 略微有些苍白的脸庞上 覆盖着一抹难以置信的震惊 抹去嘴角的痕迹 隔夜剧烈地喘了几口粗气 心中确实犹如翻起了惊涛海浪 那 哪张面孔 为什么有些熟悉 脑海中三年之前 墨家少年那幼稚中蕴含着 不屈与倔强的脸庞 缓缓从记忆中浮现而出 与先前那张冷酷的脸庞互相重叠 竟然是隐隐有着几分相似 不可能 心中猛得狠狠一颤 隔夜胸膛急速地起伏着 深吸了几口有些冰凉的空气 片刻之后摇了摇头 眼花了 就算那少年脱去了废物的名头 可想要再短短三年达到这种境界 绝对不可能 三年时间 从一名连斗者都上还不适的实力 提升到斗皇级别 这种话 隔夜赶拍着胸口打着保票 即使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 恐怕也绝对不可能有人办到 随着心情的缓缓平复 葛夜也是开始怀疑自己先前所瞟见的面目 在略微思量之后 心中非常坚定地认定了一个事实 先前自己绝对呀 是看花了眼 在这般认定之后 葛夜脸庞之上的震惊 方才缓缓地平复 捂着胸口咳嗽了几声 一缕血迹再度地从嘴角流淌而下 先前黑袍人的那一掌 让得他受了不轻的伤 葛叔 你没事吧 高台上 那蓝燕燃飘然地落在了葛夜身旁 翘脸上浮现些许担忧 急切地问道 不按时 摇了摇头 葛夜苦笑道 望着葛夜那苍白的脸庞 那蓝燕燃柳梅为数 这还是他第一次瞧见有人敢这般对付云兰宗的人 等一下含着翘脸 将视线投向那位黑袍人 清冷地说道 这位大人 你今天这般举止 是在向云兰宗挑衅吗 黑袍微微抖动 那蓝燕燃似乎能够觉察到 那从黑袍下射出来的淡漠目光 当下玉手紧握 心中焉有一分怒意 你除了会抬出云兰宗之外 还能做什么 莫成的命 今天我必收 你若是想要阻拦 出手便是 不要拿云兰宗和云云来说事 对我没用 黑袍人轻拍了拍袖袍 声音中却是蕴含着些许讥讽与冷笑 听得黑袍人讥讽的话语 那蓝燕燃那涌上一股怒火 冷笑道 阁下是一届斗皇强者 想必在加玛帝国也不是无名之人 既然你今天执意要杀莫成 那还请将名号报出来 日后我云兰宗自会找大人说理 说理 应该是云云带着几百人一起来说吧 黑袍人摇了摇头嘲讽地叫道 既然阁下能够当着东北省份众多势力的面击杀莫成 那又怎藏头露尾呢 以你的势力 我想应该不是害怕墨家报复 而是忌惮墨家身后的云兰宗吧 那蓝燕燃那冷声道 并非不敢 只是不想 你也不用着急 云兰宗我迟早会上去 到时候 我是何身份 你们自然会清楚 黑袍人淡淡地说道 听得黑袍人如此不将云兰宗放在眼中 纳兰燕燃轻咬着银牙狠狠地说 好 既然阁下有这般胆量 那我倒是真要看看 你是否真有胆量闯上云兰宗 说完了 黑袍微微抖动 黑袍人似是耸了耸肩说道 说完了的话 那便停嘴吧 我要动手了 若是想要阻拦 请便 不过提醒你一句 我并不会因为你的身份 而有所留情 不想云兰宗少个接班人的话 那便安静地在一旁待着 文言纳 纳兰燕燃红润的小嘴 紧紧地抿着 丰满的军脯微微起伏 荡起一条颇为诱惑的糊涂 然而 虽然心中有愤怒 和他却是没有半点办法 在这大厅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这位神秘强者相抗衡 而且对方似乎也并不惧怕云兰宗 因此 他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墨城 成为他的长下亡魂之外 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法子 没有再理会身后纳兰燕燃的举动 黑炮人缓缓转过身来 森冷地望着 那依然靠着台柱 想要站起身来的墨城 掌心之上 森白的火焰生腾而起 却是带起了些许冰冷 这位大人 望着那欲下杀手的黑炮人 墨家家主墨兰脸色苍白 虽然呢 有心想要上前楚兰 不过瞧着先前 隔夜与纳兰燕燃的下场 他只得强行地 忍住了这种冲动 这位黑炮人 明显是因为隔夜的身份 方才有所留守 可若是他们这些人冲上去 恐怕打厅内呀 又将是多出了一些冰冷的冰雕 因此 墨兰也值得站在离黑炮人 一个较为安全的距离之外 出声道 大人 那位叫做清林的小女孩 并未有任何事 只要您放过大长老 我墨家愿意赔偿你 所开除的任何条件 对于墨兰所说的话 黑炮人呢 依然是无动于衷 在大厅内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地对着墨城行去 淡淡地阴冷沙意 让得大厅内部 营绕着一股冰寒的气息 望着那连里都未立自己的黑炮人 墨兰惨然一笑 在这种绝对实力的压迫下 他只得放弃了救援的心思 满心颓废的他 也只能希望 这位手段颇为狠辣的斗黄强者 在将墨城击杀之后 不会再对墨家进行着清除 不然的话 墨家恐怕就真的 将会从一流势力 沦落为墨流了 似乎是明白了 黑炮人对自己所怀的必杀之心 所以墨城也并未在出声求饶 愿独地望着 那缓缓走来的黑炮人 那唯一的左手臂 突然微微蠕动着 想杀我 那也得留下几条疤 猙獰的一笑 墨城曲卷着身子 左手臂猛得一震 一股凶猛的暗劲将已朽震地粉碎 裸露在空气中的手臂上 青筋犹如一条条小蛇一般 不断地鼓动着 那只手掌 也是突然诡异地变宽阔了许多 原本正常的指甲 也是暴涨半寸 并且颜色变得漆黑无比 此时墨城的手臂 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正常的形态 看上去 反而更像是魔兽的四肢 手臂之内 逐渐涌上淡红之色 片刻之后 整条手臂啊 竟然是变得通红了起来 一眼望去 犹如是一团火焰臂一般 破山臂 大掌老竟然把家族珍藏的五阶魔手 赤颜破山膝的前肢 移植到了自己身上 望着那手臂变得极为宽大的墨城 墨家一杆核心高层啊 不由得师生惊呼道 脸色大变得望着墨城的手臂 墨蓝嘴角忍不住地抽搐着 这作为家族最宝贵的东西 居然是私下被墨城给占为了私有之物 作为一家之主 他心中着实是有些愤怒 愿毒地盯着黑袍人 墨城脚掌狠狠地在身后的台柱上一踏 膝盖微弯 旋即身体犹如一颗炮弹一般 直冲向黑袍人 在冲突之间 墨城那显得有些巨大的手臂拖在地面上 尖锐的指甲 竟然是生生地将坚硬的地板撕裂出了五道深深的勾曲 望着墨城那骤然间变得颇为恐怖的力量 大厅内的众人脸色皆是有些变化 虽然呢 他们有些人也听说过 墨家的人能够移植魔兽的肢体来代替原本的器官 不过却从未见识过 代替之后所带来的变化 到底有多么巨大 立在原地 黑袍人望着眼睛变得通红 并且布满血丝的墨城 低声冷笑道 可怜的家伙 原来在你获得魔兽力量的时候 精神也在逐渐的被兽性所侵蚀 你们这所谓的遗址最大的出彩之处 恐怕就是将一个人变成一头只知道杀戮的魔兽吧 脸庞猙獰 墨城怒瞪着眼瞳 脚掌狠狠一踏地面 身体抱射向黑袍人的头顶 巨大的手掌狠狠地挥击而下 手掌挥动得刹那 空气竟然都是在这股恐怖的进气中 被砸得产生了刺耳的音爆之声 黑袍人立脚之处 坚硬的地板 在上空那恐怖力量的压迫之下 开始了寸寸归裂 感应着头顶上方那抱歇而来的进气 黑袍人缓缓抬头 将黑袍之下的那张轻胸面孔 清楚地展现在了那双赤红的墨城视线内 即使此刻精神已经进入狂暴状态 不过在乔得黑袍人那张年轻的 宛如少年般的清晰面孔之后 墨城那赤红的眼瞳中 依然是忍不住的 浮现几缕难以置信的震惊 结束了 清秀的脸庞面无表情地望着震惊中的墨城 手掌缓缓举起 其上森白色的火苗微微翻腾着 瞬息之后 宛如喷火器一般地猛地喷射而出 阴森的森白火焰掠夺过半空 将那墨城包裹其中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处于火焰之中的墨城 森白色的冰层 突然地从其身体表面涌泻而出 眨眼之间 便是将之完全地包裹成了 栩栩如生的冰雕 古灵冷火 一种极热与极冷的混合体 极热时啊 焚尽万物 极冷时冰冻大地 半空中 冰雕无力地坠落而下 冰雕上 依稀还能瞧着那临死前的惊骇与猙獰 随着咔嚓一声 冰雕坠落下地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轰然裂开 其中 尸骨无存 望着 那在鲜艳的地毯上 逐渐化为的白色冰块 大厅之内 死一般的寂静 第五十八章 淡漠的望着那破碎开来的白色冰块 黑袍人微微抬头 视线透过黑色斗篷 在死寂的大厅中 缓缓扫过 虽然视线被黑色斗篷所隔离 不过 他的目光所向之处 所有的人都是脸色大便的 将脖子缩了回去 闪移的目光泛着惊恐 毫无目的地移动着 再也不敢停留在黑袍人身上 纳兰依然玉手紧紧地握着 俏脸略微有些泛白地 盯着地毯上逐渐融化的冰块 娇躯轻微地颤抖着 这一个小时前 还在大展宏图的墨家大长老 现在却是当着他的面 尸骨无存 这种天差地别般的场景 实在是让得人有些难以相信 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纳兰奄然缓缓地 将内心的波动平息下来 不管如何说呀 经过三年的修炼 他已经远非是当年的那青涩少女 俏脸上的苍白逐渐退去 美眸盯着黑袍人说道 不管你是谁 你与云兰宗都是结下了恩怨 墨城或许并没有资格 让得云兰宗与一名斗皇强者冲突 不过云兰宗的声誉 却是值这个代价 今天你当着东南省份 众多势力的面 斩杀了墨城 若是我云兰宗做事不管 那些依靠着云兰宗的其他势力 恐怕将会感到心寒 黑袍下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 那竟然能够无视 他的气息压迫的纳兰燕燃 半想之后 微微摇着头低声道 我与云兰宗迟早都是对立 即使今天不杀墨城 日后我也会上云兰宗 到那时候恩怨恐怕将会更加剧烈 所以你这番话呀 对我没用 阁下究竟是谁 听得黑袍人此话 纳兰燕燃那柳眉微皱 忍不住地喝道 日后你自会知晓 黑袍人淡淡地回了一句 拳击不再理会纳兰燕燃 转过身 缓缓对着那脸色惨然的墨家弟子兴趣 在墨兰两米之外停下脚步 黑袍人的声音淡漠如冰 其中所蕴含的些许未曾消散的杀意 让得墨兰心中有些颤抖的清楚 若是自己等人再迟疑 恐怕下次化为冰块的便应该是自己一行人了 大人 人马上便到 声音有些颤抖地回了一句 墨兰脚步哆嗦着后退了两步 这才觉得稍稍安心 五分钟 黑袍人哪没有理会墨兰的退缩 冰含着语气吐出三个字 然后便是犹如母庄一般站立在大厅中 静力不语 听得这三个字 墨兰嘴角啊抽出了几下 然后赶忙挥手叫来一名墨家子弟 然后慌张地让他赶紧去催促 宽敞的大厅之中 在那些巨大的石柱之上 还挂有象征着喜庆的红色字体 然而此时 这些喜庆的红色 在大厅内的众人看来 却是这般的让人苦笑 恐怕等今天一过 刚刚做完喜事的墨家 就该又准备丧事了 一道道目光在大厅中扫动着 当目光不经意的 找过那处理在大厅中央位置的黑袍人之后 所有人的心间呢 都是狠狠的颤了颤 那将他们压得毫无脾气的墨家大长老 可到了这位更加恐怖存在的人手中 却是犹如那一团软泥一般 想如何捏呀 便如何捏 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 这种墙 显然已经不是他们这种层次 可以接触的 此时的他们 只能在心中暗暗地猜测着 这墨城啊 究竟是踩了多少狗屎 方才能够把这种 站在帝国巅峰层次的强者 给吸引过来 并且将之斩杀 大厅之中人头耸动 可却是鸦雀无声 诡异的场景 让得大厅内 弥漫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 站立在原地 黑袍人脑袋微微扭动着 研究鱼工透过黑色斗篷 最后扫向 那站在顶棚之上的 一个模糊黑影上 冲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示意一切顺利 海波东站在横梁上 觉察到下方黑袍人 隐晦的目光 他迟疑了一下 也是点了点头 不过在点头之时 那黑袍下的苍老脸庞 却是擒着几分茫然的疑惑 因为在先前的时候 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到 下方的大厅中 隐匿着一股极为隐晦的气息 然而 这种感觉 只是极为模糊的感应 模糊的程度 甚至让得海波东自己 都是有些拿捏不准 药老苍老的声音 带着些许凝重 与疑惑 在萧炎心中响起 什么意思 熟悉的味道 文言啊 萧炎 微微一冷 错愕地问道 在你先前 借用我的灵魂力量 爆炸的那一哨 那股原本藏匿的 极其完美的味道 方才有些波动 不然的话 恐怕连我也不能觉察 而且 这股味道 让得我有些熟悉 说不定啊 曾经以前和我有过接触 听得药老此话 萧炎心头猛的一震 黑袍下的脸庞 浮现出皆许震惊 以前的药老实力究竟如何 萧炎并不太清楚 不过他至少能够确定 当年的药老一定是斗骑大陆 金字塔尖的巅峰强者便是 而能够与当年的药老相接触 其实力恐怕也绝对不容小视 我当年很少接触加玛帝国的强者 所以我想啊 这位还不知道底细的家伙 应该是属于游走在斗骑大陆上的强者 不过不知道为何 他竟然来到了加玛帝国 而且潜伏在了这墨家 究竟是所谓何时 药老沉吟着说道 那么他实力如何 萧炎紧皱着眉头 在心中问出最重要的问题 我不太清楚 现在连我也只能模糊地感应 连他究竟是谁啊 他还尚分辨不出 药老也是略微有些头疼地说道 不管如何呀 小心点 等青林出现之后 带着他赶紧离开这里 微微点了点头 萧炎脸旁浮现些许凝重 眼角的余光 借助着黑袍的遮掩 隐晦地在那人头布满的大厅中走过 然而却是没有丝毫所获 当下 心中的警惕 逐渐地提升了起来 五分钟的时间迅速度过 在最后的时刻 脸色慌张的墨蓝 望着那出现在视线尽头的人影后 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几道人影迅速地从门外奔跑而进 在三名墨家子弟的背上 身着青色衣衫的小女孩 正睁着恐慌的水灵眼睛 胆怯地打亮着这陌生的环境 大厅内 所有的视线紧盯着那楚楚可怜的青衣小女孩 心中略微有些愕然 他们没想到 那让得一名窦黄强者大动干戈的原因 竟然便是因为一个这么模样颇为俏丽的小女孩 望着那虽然有些憔悴 将青林抱下来 然后忐忑地走向硝烟 墨蓝苦笑道 此时的青林呢 并未认出硝烟 因此 见到墨蓝将他推向黑炮人 小脸上顿时浮现寂寞交集 挣扎了一番之后 可却是没有丝毫挪动 墨蓝的手掌 望着那被递过来的青林 硝烟在轻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伸出手来 想要将青林接过来 这时平静的大厅中变古咒声 在硝烟手掌伸出之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 猛地自其身边响起 旋即坚硬的地板 猛然间地爆炸开来 无数宽大的绿色树干 从地底之中冒腾而出 然后闪电般地互相萦绕 眨眼时间呢 便是形成了一个木头监牢 将硝烟严实地封锁其中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大厅内 包括纳兰燕燃等人 都是愣了一愣 他们没想到 竟然有人会主动地 攻击这位斗黄强者 在众人愣神地刹那 人头耸动的大厅内 一道本来犹如下人一般地 矗立在某处台阶下的 淡青色人影 猛地暴躲而出 青色人影速度快地恐怖 眨眼的时间 便是闪躲到了 脸庞惊骇的墨兰身前 双臂一探一身之间 那青林便是被捞进了其怀中 青色人影一把抓住青林 脚尖在地面上一弹 便是想要急速地离开此地 然而那木头囚牢之中 森白火焰汹涌而出 转瞬之间便是将之焚烧干净 一声低河 蕴含着凶悍尽气的脚掌 狠狠地踏向青色人影的脑袋 觉察到消炎攻击的凶猛 青色人影手掌一挥 地面上一道巨大的木桩 突兀地冒腾而起 在木屑飞射之间 将消炎的攻击抵御而下 阻拦下消炎的攻击 青色人影突然地在半空中 诡异一扭 便是对着大厅之外 抱射而去 嘿 果然有人 在青色人影即将出门之刻 大门处寒起轴声 转瞬之间便是凝聚成 一块厚实的冰盾 刚好将大门堵得严严实实 脚尖在冰盾上清点 青色人影有些无奈地倒射而退 身躯矫健地跃上了一处台柱之顶 目光啊 飘向横梁上方的海伯东 娇声笑道 哈哈 两名斗皇强者 没想到加玛帝国呀 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不过我对这小女孩很感兴趣 可不会随便松手 大厅之中 硝烟闪电般地略上另外一处台柱之顶 冷冷地望着 那遮掩了面容的轻衣女人 双掌之间 森白色的火焰急速升腾着 宽敞的大厅 三股磅礴的气势抱涌而起 大厅之内的所有人 抬头望着台柱之上的三人 皆是满脸的呆滞 一架毫 一枚 二人 三人 四人 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